据央视新闻消息称 当地时间5月4日 米加拉瓜总统哈尔特加发表讲话指出 核乌冲突持续使世界面临一段困难时期 他指出 核乌冲突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 正如一些西方人士公开指责的 美国领导的北约利用乌克兰挑衅俄罗斯 而在这场冲突中 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危害了俄罗斯民众的利益 美国和欧洲的民众也受到了冲击 尔特加同时指出 在维护世界安全方面 他赞同中国政府近日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 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摒弃冷战思维 要做到这些 世界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智力挑战